今天第二堂课呢,要来介绍IR模组的接线 还有我们威伦科技自己研发的Easy Remote I.O工具软体 要怎么去使用 首先会先讲IR模组的规格 就是包含数位还有Lib I.O模组的角位定义 还有配线的部分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 最后会带大家实地的操作Easy Remote I.O工具软体 第一部分要讲解IR模组的规格 首先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命名规则 因为这是IR系列的 所以前面两个字 IR是指我们设备的系列 再来是我们设备的形式 如果说是Couple的话呢 就是IR、ETN或者COP 后面就没有了 如果说数位就是D 输入是I 输出是Q 如果说是混合型的就是指有输入跟输出的就是M 所以数位的输入就是DI 数位混合型就是DM 那类比的话是A开头的 那后面呢就跟数位一样 输入的话就是AI 混合型就是AM 那这个英文字母后面的数字呢指的是通道数 如果说是类比的话就是指通道数 那如果说是数位的话指的就是点数 这个数字后面呢会有一个IO的形式 那这个IO形式呢 在数位的话会有P P是指Source 就是指PMP 那N的话是Sync 是指NPN R是指Relay式的输出 K是指NPN、PNP 都可以使用 那类比的话是VI VI指的是 可以使用电压也可以使用电流 那TR的话就是指说 只能使用温度Sensor 那接下来呢是 讲解数位IO模组的规格 那IRDI16 K是指有16点的数位输入 那它可以支援Sync 也可以支援Source 两个都可以 那混合型的话就是指 8in、8out 那混合型有两种 DN16P或DN16N 那P跟N就是指 那个P的话就是指Source N的话是指Sync 是指PMP跟NPN的意思 那这只有输出的部分 会有分别 输入的话就是两种都可以支援 那输出的话 输出的话 DQ也一样有16P跟16N 那还有另外一种 relay式输出的话 就是只有8点 接着是类比IO的通道规格 类比输出的话 我们的输出规格呢是 电压的话是-10V到10V 如果是电流模式的话 是-20mA到-20mA 那这边要比较注意的地方是 那个资料格式的部分 这边需要设定 就是如果说你是-10V到10V的话 一开始预设的科度范围是正负32,000 正负32,000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你可以自己设定最大跟最小的科度范围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正负1,000 最小的解析度呢 那如果说是电压的话 是-5mA 那电流的话呢 是-10mA 那输入的部分 一样 它的VI范围就是-10V 或者是-20mA到-20mA 那这边 资料格式的部分 就跟输出一样 是可以自己去设定的 不过差别是在于解析度的部分 那我们类比输入的解析度是-16bit 意思是说这一小可以解析到-0.156mF 电流的话呢-0.625mA 接着要介绍 数位IO模组的脚位跟配线 先看到IRDI-16K DI-16K 是指输入16点 然后可以用NPN或PMP 就是Sync跟Source都可以支援的 那Sync跟Source呢 主要是插在接线的方式 接线的点位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SS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是接0V的话呢 就是接Source 就是PMP 那如果说SS这个点位是接24V 那就是NPN 是Sync 主要插在这 那DQ08R呢 就是输出Relax的 8点输出Relax 那Relax的特点是指 那个共段 共点 共点必须要自己 自己接电源 那因为是自己接电源的关系 所以直流跟交流都可以使用 那只要在它的规格范围内 交流250VAC 直流是30VDC以内 那都可以使用的 那接着是DQ16跟N跟P 那这两个主要的差异 其实它的接线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差异是在于说 你要接出去的端点 是NPN或者是PMP的部分 那再来是DN16P跟N 输出的部分 就跟刚刚DQ16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自己要选择好 需要Sync或者Source 那输入的话 就跟一开始讲的一样 就是Sync和Source都支援 再来要讲解类比模组的角位跟配线 那先看到AIR AQ04VI 那这个是四通道的输出 类比输出 那它的角位的话 其实电流或者是电压的模式 它的接线方式都一样 都是Q0到Q3指的是每一个通道的正端 那AQ指的是负端 那上面的AQ跟下面的AQ 其实是共点 都是负端的意思 好 那它的接线方式呢 是假设你要用D0 Q0通道的话 就是正端接Q0 负端接AQ 那下面的通道的话 就以此类推 好的 那再来要看的是IR AM06VI 那AM06VI呢 是六通道的类比混合式输入输出 它可以使用电压或者是电流的模式 它有四个通道是输入 两个通道的输出 那先看一下输入怎么接 输入如果说是类比输入的话 电压跟电流 它的接线方式就不一样了 那先看电压 电压的话就是以D0通道指令 这边是要接电压 那V0正接电压的正端 V0负接电压的负端 电压模式就是这样接 那如果说是电流的模式的话 就要变成 就要拿第一通道来做举例 V1正跟I1正要短路 然后接到正端 而负端呢就是接V1正 如果说你没有短路的话呢 它这边会报警 大家要注意 那下面输出的部分 就跟AQ04的接法一样 AG都是供点 好的 那再来要看的是 AI04TR 就是类比四东道的温度输入 那温度输入 那温度输入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的温度模组 是支援两种温度Sensor 就是RTD 热敏电阻 或者是Somocouple 就是热电偶 那如果说我们是用热电偶 来当输入温度Sensor的话呢 那它的接线比较简单 就是N0正接到N0正接到正 然后N0负接到负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是用RTD 也就是热敏电阻的话呢 它就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也不会太复杂 因为RTD呢它有二线式 或者是三线式 也有四线式的RTD 那二线式的RTD呢 就跟Somocouple一样 那正接正 但是负的地方呢 要记得要短路到L0负 那这是二线式的接法 那三线式的话呢 就是正接正 然后另外负的两端 各分别接两条线 那四线式的话呢 四线式的话就正端 会再多一条线 那这条线不要接 今天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Easy Remote I.O 要如何去使用 那首先打开Easy Remote I.O 它就是长这样 好了 那我们Easy Remote I.O 这边scan下去呢 它就会自动搜寻出你 这个区网内 所有的ETM Coupler 好 那我就挑 我预设好 来使用 好了 那 再来是 要如何修改 ETM Coupler的IP位置 好 我们要由Easy Remote I.O 去修改 就是在Online这边 有一个Change IP 那这边打下去呢 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修改你的 那个 ETM的Coupler 像我们刚刚是 原始设定是186嘛 我把它改成190好了 190 好 OK 然后确定 好 这样就改完了 就改成功了 这样我再重新搜寻一次 好 就可以看到我原本的 原本的IP 已经改成.190了 好 那 呃 我现在呢 可以改IP之后 再 要上传跟下载 我们配置的参数 那因为我现在只有接一个DM16P 好 那我就 上传 这边有一个上传按钮 就可以看到目前的 呃 线上的数字状态是多少 那 参数这边 你可以按上传 你就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设定 跟 那个 资料 那 如果说要下载呢 下载是怎么用 就是 那我现在先按上传 那 因为是DM嘛 有输出 那我现在把 project value 这边修改 按两次 就可以修改 好 我这修改好 是预备值 要按下载 它才会写进去 这样它就写进去了 好 好 OK 这就是上传跟下载 那 再来呢 是 要 做 那个 即时 状态监视的话 就是按 这边有一个 呃 Star Monitoring 按下去它就可以做即时的状态监视 好 那 这边 好 那 上面的监视状态 你就可以看到 随时改下载 它就会显示出来 通常这个功能是拿来 呃 拿来监视说 如果你有接类比IO的话 呃 类比输入的话 你可以监视它 即时的数值是多少 好 那要停止的话 就直接 按STOP 就可以停止了 那 呃 接下来是 呃 可以 呃 我们可以使用Easy Remote IO 去对我们的 呃 呃 ETN Coupler 去下 Mobus TCP的指令 这 我们可以开出这个工具 指定 呃 对象的IP 好 我们现在是190嘛 那 这边呢 则是选择 呃 功能码 功能码 就是有分 呃 讀取线圈 或是 讀取输入 呃 讀取暂存器 或是 写入线圈 跟写入暂存器 那 那 那 我只要 呃 假设我要 讀取线圈 然后 位置0 数量1 然后送出 它就会秀出 啊 目前这个线圈的状态是多少 好 那 只要数量8 它这边就会秀出 这八个点的状态是多少 那最后呢 就是要 教大家怎么汇出 etn的标签 哦 只要在file这边 按最下面那个 汇出标签 哦 我把他汇出到桌面 好了 好 汇出的档案就叫做 etn 呃 后面是ip位置 OK 这样子就已经汇出成功了 那汇出的档案呢 它汇出的形式 好 汇出的形式 etn 汇 exe的形式 好 这边呢 这是 汇出的标签形态 它也汇出了标签形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